在中秋假節來臨之際呢 中國大陸的大量的民眾也紛紛的通過本臺 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送上節日的問候 並致以深深的敬意 在20多年前 李大師將法輪大法洪傳於世 使得中國出現了大批善良的修煉者 道德回生後的美好福澤社會 在中秋來臨之際啊 我說李洪志先生呢 健康長寿 中秋快樂 我今天說了個話 也是向孫空啊 借來了幾百個彈彈 我說冒著不保證我的麻煩啊 我的風險啊 他在說這個話 李洪志先生呢 確實是一個比較偉大的人物 真的 不然海內外也不會有這麼多的人 接著到今天 我首先好要祝李洪志大師 這個節日快樂 對於中國這個境內 現在因為這個共產黨的這種許討宣傳 很多人都對法輪功產生很大的誤解 我們這個就是稍微顯得親近一些人吧 能夠大約知道一些 就是法輪功的這個事情 實際上在我生活當中 就周圍啊 很多練法輪功的人 並不是那個什麼最大惡極的人 相反的都很善良的 我知道法輪功的弟子都是寫好的 1992年5月 李洪志大師開始公開向社會傳授法輪大法 中國因此出現了一個巨大的 按照真善人理念做好人的人群 在競爭激烈壓力巨大的現代社會中 他們實踐著師父的教誨 並將修煉後道德回勝的美好帶給了其他人 那就是真正對社會有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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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共從1999年開始殘酷迫害法輪功 二十多年來 法輪功學員一直堅守信仰 持續講清法輪功真相 當時我還睡到一個床上 出外就哭 我說你們法輪功 認個錯就可以出去了呀 以後真正方法不同啊 他說我憑什麼錯啊 我哪就錯啊 我太優秀了 很感動 對中共這個群體 前三十多年 必須非常 要不信 好像還沒找到一個 這樣的組織吧 中秋之夜 明月當空 清灰灑滿大地 人們把圓月視為團圓重逢的象徵 大陸民眾也表示 期待李洪志大師能回到中國 身體健康 終究快樂 也就法輪功的李洪志先生 健康長壽 永遠快樂 祝李大師 長命百歲 把法輪功能夠發援關大 最後能夠回到大陸來 幫助中國老百姓 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也能夠恢復中國人民的信仰 臨陰 臨陰